不知道你們說不得 香港的生活節奏實在是太急速了 很多東西都是來得快又走得快 很多時候都是消失了我們才發覺 不過不要緊 我決定幫大家尋找失去的故事 至於我們今集是找些甚麼呢 今次我決定幫大家尋找失去的MK捉鬼 喂 我約你出來王國 其實你是喜歡甚麼類型的打扮呢 我喜歡你 那一句你用過在無數的女生身上是不合理的 我現在是喜歡一些是斯文敗類的那種 在你三十多年前全盛的青春時期呢 普通的淨色T-shirt跟著牛仔褲而已 我在衣著上面我以前可以說是 Steve Jobs那些 那頭髮呢 頭髮我以前是飛輪海頭很長的 即現在我們看回以前的衣著一定是MK的 但老實說我是未MK過的 我不信 真的我未MK過 即是人一輩子一輩子 未試過 今天帶來試一下吧 但我真的未試過MK狀態 因為我… 緊要 我有組有準備 不是吧 這個… 我以前呢 那些男生是很輕的 即是穿了低腰褲 戴到一些帘子 即是賴屎褲那些嗎 你有沒有試過呢 那那條底褲一定會露到那些什麼CK的底褲 喔 有條邊出來的 有 只是買那條邊的 而那條底褲 即是沒有底褲就只有條邊 即是以前還有那些女生就是輕褲來自 以前是電到好像間尺那麼直 你也電過 那當然是電過了 有沒有相片看 沒有 沒有 而且我竟然是有些啡釘的感覺 有嗎 對 我知道問題在哪裏 在哪裏 要先解開 我真的要解開這個 不是呀 咦 你裡面有沒有東西的 沒有衣服穿的 解開 解開 先去廁所換衣服 我自有定奪 對 現在呢 在廁所換衣服的時候 我要買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滑龍點精 重點就是這裏 你先不要擔心 你握個頭看 我來了 好緊張 我會男主要跳舞 我會男主要跳舞 敲開新手 去追尋快樂的地方 別怕寂寞 因為有我們在背後 假如以後 我們全都各不系統 要永遠記住最初的夢 其实穿衣服的东西因有自信所以美丽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 每个年代都有自己的潮流特色 最重要是穿得舒服 和凸显到自己的性格 千万不要盲目跟风 每天7点记得看片 追踪Facebook、IG和YouTube 那就適合频道了 感觉该怎么行